十元硬币藏着大大商机 看着一家又一家的娃娃机店就知道 不过您晓得吗 其实每一家娃娃机店的营运模式 也有大大不同 实际观察下午的新北三重三合夜市内 阿公带着小娃儿在娃娃机店花光手中零钱 但或许是夜市尖锋时间还没到 娃娃机店内人潮少 再加上 夏天真的好热 即使娃娃机店内至少有十台电风扇狂吹 仍有热气 对比那型娃娃机店场地有冷气 考量的点不外乎是成本 夜市基本上都会有 比较小间的可能冷气 就因为厂主可能要省那个费用 所以基本上他们不太会去装冷气这个东西 夜间内简单区分大小厂的方式 大约以30台机台为区分 月租金除了Kent区域 所在县市不同也有极大差异 以北部来说三合夜市内租一台夹娃娃机 大约4000块钱起跳 士林夜市则是没有7000块钱租不到 在有冷气的场地则再加200 单看光是小型厂 厂主靠着收租金就能月入破10万 至于南部地区租一台娃娃机 价格区间落在1500到6000块钱左右 面对小型娃娃机店被连锁挤压 要生存除了选对地点很重要 还有这些因素 有一些厂就算小型它经营的也不错 就是你不要摸摸爪的话 东西CP值太低基本上还是不太会影响 小型娃娃机店要对抗主打商品种类多元 又有冷气的大型娃娃机店 在于敢不敢在机台内放入高CP商品 以及夹子的种类 毕竟无论有没有冷气吹 民众最终还是会比较 在哪一家店更能成功夹到自己心爱的商品 人潮回流台主收入自然多 东森新闻蔡主任洪诗琴 新北市报道